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跟师父去教师营 在教师营的供灯的那天晚上 师父要上去主持供灯的时候 礼堂的正重要有一个红地毯 那师父在经过那个红地毯 走上讲台的时候 师父就突然有一个动作 就蹲下来 再上台去开示 下来以后才知道说 师父在地上剪了一个大头针 因为那一幕后来有学员有看到 后来到隔一天 心得你我他的时候 有一个校长上台 他就分享了一个他的心得 他就讲说 在整个教师营里面 他听了这么多的课程 他最感动的就是 师父前一天晚上的那个行为 师父低下去捡了一个 小小的大头针 他说因为他自己也是做领导人 他自己很清楚 要做一个领导人 你要能够有这个行为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实际上我们长期跟着师父 我们常常看到师父有这一些 小的行为 细小的一些带然着想 甚至于说利他的一个行为 以前接触师父的次数不多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说 师父应该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然后师父有可能 对弟子都很严格 很近距离的接触的师父以后 我才比较清楚说 真正是一个高僧 他的态度 他真的是对人都很慈悲 而且能够带人着想 但是该坚持原则的时候 他也会坚持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对于自己的习气 是毫不留情的 以前呢 有一句话叫 这两句话在师父的身上 很明确地实现了出来 所以亲眼看到这个小小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很希望说 大家能够对师父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